點亮魔法陣需要元素之魂 元素之魂是怪物掉落或者是個市場 哦,一鍵完成可以的 這花費500鑽,完成 那個坑貨,然後雷之失戀也是一鍵完成 花20塊錢,搞定 暗之失戀,搞定 不就是50塊錢嗎?給你 不就是50塊錢嗎?給你 對吧,涅槃重生一鍵完成 哦,五一金幣剛 怎麼是五一金幣?剛是最後一下交了多少? 交多少錢? 涅槃完了 變成換武了 涅槃成功 哇塞 這就是快樂 好的,這個換武 OK了 Come on,讓我出去 最後一個是100嗎 哦,因為替換武魂裝備 導致下降了200多萬的戰力 武魂裝備怎麼被替換了 哦,背包2 OK了,開了開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 哦,這個穿了衣服 然後這個角色 頭像化了一下 穿的衣服 沒有變,所以感覺 差別不大 先把這個天賦搞 哦,這個是天賦沒有搞 天賦掉了 天賦和之前的天賦不一樣了 買金龍樹分解 好,一會去看一下 呃,金龍樹分解 還不是很清楚 我們這裡還是搞這個防禦的來 我覺得防禦也很厲害吧 他這個能不能回血 哦,能回血 每秒回復這個版本的生命 那我先把這個搞到11點 掉戰力無所謂啊 這增加PVP傷害的 這個需要9點 這點攻擊 我先試一下這個咯 哦,我先點完防禦吧 我點完防禦 我去打下這個萬魔塔 打不動的話 我們再去 改一下天賦啊 快點 好,通用 通用也是防禦 這也是9點 新角色打怪快 好的 閃避拉滿 OK,全部點攻擊 等到等到,先等一下 這是需要點9點防禦精通 等一下 他們是在打海賊BOSS耶 BOSS 因為男兔子給我發了一張圖 他們是在打BOSS是不是 灰雪需要閃避 然後閃避我沒有拉滿 哦,這樣子 等等等等 哦,沒有在打 好啊 這裡我應該很快打完 一會兒進去 應該問題不大 武魂,先等等 哦,沒有在打 這男兔子給我發了一個視頻 我看一下 左邊有躲避 他是 花費20鑽 挖 哦 他是神域境地那裡 打完一個BOSS 花費兩塊錢的產餐 可以挖出很好很好的東西來 去死吧 大哥 把這海神寶藏兩個撿了,好吧 然後再撿一個 去打這個9層妖塔 嘩 沒給紅色裝備,走 攻擊浪漫 法師點防禦打下的時候換 哦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有兩套天賦的呀 先進去啊 好,到處看一下 神域境地我們到處看一下 部分越獄用戶 啊 這應該是 蘋果那裡吧 哎 蘋果的用戶應該是 遊戲異常BUG已經修復了 你蘋果的用戶可以去下達了 可以去試一下 然後有問題問一下那個老闆 應該已經OK了 通用力先不著急點中間 現在 先點 左邊的閃避 好的我們研究研究 等一下 好的 老闆說等一下 老闆的那個客戶端可能 是要更新一下就OK了 他在測試 好的 我看一下 剛才有人說 閃避是 這裡 是免疫增傷 這個吧 這個是增加閃避機率的 西班線的呢 魔靴中間的一些戰力 他相當於是百分比的 你知道嗎 還是很爽的 然後 這個其實增加 降低玩家給我的這個傷害 其實 很爽的 三點就先加了 他這個天賦點 不是說可以有兩套的嗎 還有一套是被動的 啊這個不是 世神已經是最高階了 老王獨在也不怕被我買了 感謝鬼爺 背包二 哦果然有背包二了 背包二 嘖 背包二 喲 老闆 那麼慘了嗎 做幾百分比 加不了多少戰力的 防怪 教我點天賦是嗎 先等等吧 現在 我又不需要搞這個PVP的 先不著急 我先把這個先打一下 大哥 我們去揍一下人 對貪這個虛戰很正常 哇哦 我記得 那個大招的效果特別恐怖的 但是為什麼我摸他不痛了呢 哇 現在兔子打他都不痛了 我的天 這個時裝換一下 感覺不是很大 我覺得他那個原始皮膚 哇你看了沒 這大招超級爽的 他那個原始的皮膚感覺很漂亮 把衣服都脫了 換成原本的衣服好嗎 噢 當前職業不可以穿戴這個 需要千萬法師職業 噢 這個是可以千萬職業的 鬼刀 要點攻擊 好的好的 這個竟然可以切換職業 切換職業是 怎麼個切換呀 誰能和我說一下 新緣套才漂亮 好的 那你說的我有點慌 覺醒這裡應該還可以拉兩次是吧 20個 好 把戰刃搞一下 涅槃重生就是 天賦涅槃 角色有個涅槃重生 五魂 五魂剛才是五魂技能 你看這些都出戰了 這個就沒有問題呀 六個 對吧 是在這兒 OK我看到了 噢 在這裡面可以切換一下 對呀 你現在說設置上面我就知道了 你們說角色是角色 對吧 這個時候的我就覺得 有點不太對勁 這個東西是怎麼樣激活的 受到攻擊時生成這個東西 這個是 噢 幻武聖經 幻武聖經 幻武聖經是怎麼搞的 每日累衝可以獲得幻武聖經 我衝早了呀 這是涅槃之魂 涅槃之魂 是可以技能書分解的 獲得這個東西 原來是這個東西 好 技能書我先看一下我 也有的技能 現在 我之前 買了一些這個技能書的 我看一下 三轉的兩個 把一轉的分下 分解 拆分 上架出售不對吧 這個分解了 五百五十個 這個可以生一下 激活一下 結果一個加了一萬 也不是加特別多吧 到最後應該是很厲害 哦 重炮轟擊 升到最後就可以把這個 天賦升了 我明白了 好 已經是第一名了 出來 這技能書 有點費心 那我這個技能現在太跑激活了吧 技能書留著後面有用 後面不就是現在嗎 這個東西有別的來源去到嗎 沒有 只能這個技能書分解 三階的我應該也可以分解 是不是 三階也可以分解的 對吧 一個三階的 兩個三階可以分解 一百八 也就是只能加個一萬戰利 商城有賣星爵的 哦 可以去看一下這個商城啊 是的 商城有沒有新的東西 哦 星爵黃金 這個黃金寶箱 我看一下 高級星爵石在星爵分解 可以得到 涅槃之魂 星爵分解 還有這樣的東西 哇 這可以得到九千 那肯定這個就夠了呀 對吧 哇 一個加了二十萬 這個大的好厲害 小的只加了兩萬一萬的 加兩萬了 現在 哇 這個大的 又給加十十一萬 激活失敗 我激活還有這個成功率的 還有五十的成功機率 好 最後激活了一個這個 目標數增加二 技能提高 傷害 下一張 百分百 加三萬的 那這個不要分解技能書了 這個每周搞一搞就OK了 然後現在是五十的成功機率 但是為什麼是一直成功啊 這個是什麼 一定概率降低目標百十的攻擊持續無秒 天道勝出已經過期了 一直點不要停下來 你就喜歡這樣粗暴是不是 我知道了 我現在生一小顆都要四百個了 太誇張 這裡分解 應該是這個技能書對我沒有用了 好 現在就沒有這個紅點了 對吧 然後暗器可以和他打一下 好 把這個暗器往上開一下 然後我們掃蕩一下吧 掃蕩一個人 然後去打下這個結婚的副本 點防禦 掛機箭會少很多 哦 還有這樣的道理 哦 沒有通關 來先打下結婚副本 好 選一個戒指 打下防禦刷BOSS攻擊 對我來說 嗯 減控制的 然後加攻擊的 還是很有用的 現在比如說毆打三千萬四千萬戰力的人 也不是一刀一個小朋友 知道吧 期盼限得到 參加活動裡面的話就不要搞 好 剛才是誰打到 哇 出雷拔萃 我們 打擊沒有拿到這個第一耶 我們只是出雷拔萃 這第一還被別人搶了 也是有點厲害的 以後 肯定會越來越精彩 敵人越來越多 就像是我們當初抖羅 對吧 抖羅走而走了之後 沒有什麼看點 但是後面和區之後 跨幅依然有這個大佬的 這遊戲 肯定會給我安排對手的 就不要慌 大家打群架回血最好 回血 檢控 霸體 對吧 搞搞這些最厲害了 把這個 免費洗一下 我800個石頭 你就只能洗一個 啊 這個韌性百分比其他 湊合 我看一下紅色的是十個 我們來一個 來搞一個 好 加固定的生命 我覺得八個不太划算耶 我真的覺得八個不太划算 來搞三個紅的吧 好吧 搞三個紅的 防禦加成1.8% 加了11萬 可以的 我就是要再搞一下 這個洗練石 以後就拿來合成 合成這個紅色的這個石頭 都可以合成的 這個洗練石 不要做無所謂的消耗啊 然後信武 升一下機 這個也能加很多的 一次加個1萬 打完一天就能加個3萬 還是超級爽的 OK 寶寶 欸 寶寶還不夠升級的啊 明刻先等等 活動還沒做完 固定生命還不如歷史 不不 我現在內容心不喜歡要搞 就是為了湊一套 啊 自尊八十七開始寶石碎煉 OK 五轉 哇這個是功能預告 蛤 淬煉自尊 淬煉這個寶石提升 然後五轉 又需要花好多錢 然後贊寵 一百三 六轉 一百四 然後聖魂自尊一百五 靈魂自尊一百六 啊 元素塔之尊一百七 七轉之尊一百九 我覺得玩到一百九就差不多了哈 這半年還沒有五轉嗎 應該是後面很難升級了吧 啊 我覺得我這個話不能放在這裡啊 這句我不能當作承諾的 有可能一百九 到了後面越升越難 對吧 一百九 不知道紅蓮瑪玥才能搞的 搞個大半年 那多沒意思吧 對吧 哇 這Boss也是秒死 後期就是神仙打架 是的 所有的科技遊戲都是一樣的 所有的科技遊戲啊 體驗下鬼刀 以後再說 不著急啊 好 強化一下 哦 不夠了 我靠 又變成三階的了 哦 不對 這是三階 然後這是加五十的 武魂還是看召喚 以後再看啊 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還沒有解鎖啊 你說了也沒有任何用處啊 來 繼續做一下這個主線任務 又是全冰魂啊 這戰力當然是水 你是戰神服的 好的 神部早當下 哦 這裡可以挑戰一下了 至尊六十級 後面一個滿星SS2 總能提升十億 滿星肯定很難 肯定很難的吧 然後我們把這個早當下 完整度百分百的 至尊之後好像還有榮耀 啊 哦 至尊之後還有榮耀 還可以再轉 又是至尊巔峰鴻蒙嗎 哇 這個 太坑人了吧 前面先不著家 先把這些所需的事情解決了 然後把這個 小事情做完 大天使一族 聖意提升 啊 新更新的 這樣子啊 昨天新出的這個戰車 那麼坑的嗎 嘖 我的天 然後獨島戰 其實還可以打三次Boss的 今天想播可以播到十點半的感覺 因為我這個神域經濟今天還沒有打 神域經濟今天超級少的 七轉榮耀套裝 那個和我沒有太大的關係了吧 我想想這個活動其實一天就可以拉滿的 對吧 這個鑰匙我們明天後天也要買 然後買了之後留這 以後再抽也是OK的 這活動出的其實挺平凡的 然後再把這個副本先做一下 是不是這些能做的先做完啊 哦 雲購雲購還要搞 七轉要七階翅膀 七階翅膀 我不是很清楚啊 深海寶庫 一天拉完弄小號 啊 那個是適合 特別特別有時間 以及說是那種大佬 然後覺得想要提升到極致 那樣的人可能是說 自己可以聘請一些人 去給自己做一下這個小號的任務 哎 這樣的話提升起來也會更快些 可能有老闆也會這樣子做 我的意思就是這個 神鋪提升 又加了四萬六 祝戰卡嗎 沒有了 祝戰卡還需要十個 慢慢來 哦 洗電 洗電沒有搞完 我的天 我就是所失太多了 一件一件來 不著急啊 好 劍單給了2500億的劍 噗 噗 這個任務已經做完了 我們 可以先掛一個Boss來 別墨急 好的 先去把這個揍一下 刻印 上十二 噗 那個 上一下洗電 洗電 他還欠我兩個紅的 快 還我兩個紅的 噗 這個還可以的 說實話 必得一個紅的 這家生命 好菜 其實這個可以鎖的 別忘了鎖 剩下的 還有一個 剛好只有九個石頭了 洗一個 噗 這個還掉啊 明刻 現在呢 幾點雲夠 呃 大概 一分鐘 一分鐘之內 洗電石頭全合成 我知道 稍等了 會不會手衝送的 紅的 刻印石是十二 上到二十四 那麼誇張的嗎 反正我覺得 有一個道理 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 就是這遊戲 非常非常的適等級 你先把它等敵人上去 後面花的錢 都變得很值得 知道吧 留一點 不需要 直接合成完畢 探險令也搞了 來我們進雲夠 你看雲夠庫存 只買了五十個呢 我們來搶一個大獎 花旅板子 花旅板搶一個吧 這風光我們已經有了 所以就無所謂了 其實我們這些都不缺 最主要是 發一個這個大獎 給別人 去幫別人搞一下 這個視頻 好的好的好的 然後我想去打下這個 神域經濟啊 因為神域經濟 哇 480的還刷了 來 寶貝 盒子裝備性能到 今天盒子裝備也不是很多 我們今天逆時針 走走 昨天走傷了 繞了好半天 啊 大哥你這個 你這個逗我呢 那個坐姿感覺有點慢 我要 我要換一個代價好吧 啊不是 不是代價 我要換一個坐姿 我換一個金龍都比你強 但是我更想要我的那個坐姿 12階的坐姿 可惜 可惜了 這時裝都穿了十多天了 我也沒有辦法 今天要轉一圈 應該不至於 我想把這個 換化身上 12階 坐姿 好 十幾個 來坐你 OK 我們該去搞棋盤吧 繼續划算 這裡 循著就完事了 聽完棋盤寶箱 啊 驚奇魂 驚奇魂都給了 誒 火星小分隊可以使用了 激活一下 哇 加了34 好 我們現在去打一下武器靈 打武器靈 再給我刷一個 我看一下 這裡有可以挖的東西嗎 沒有 反正我的錢我怎麼花都OK 你不服你自己去 找個遊戲 隨便充 對吧 花你爸媽的錢 或者你自己的錢都無所謂的 哦 星爵石 哇 這個就很好了 這個感覺挺好的 對我來說挺適合的 因為我可以拿去分解的 他們等級不到 他們可能抽不到這個東西 驚奇魂 不不不 不要一次啊 十次的十次的來 驚奇魂偶爾會給 這個也是給一次就不給了 打三點錢去捏捏小 不夠格 要省錢 又不給金色的了 啊又有了 兩分鐘 一次一百二十點 啊 啊我知道了 神兔的意思是說 嗯 挖那個boss 的那個東西好像 會給那個偶爾的神魂 到時候打十倍神魂 就會超級的爽 我先把這裡的鑰匙先搞來 視頻比直播有意思多了 說什麼大實話呢 這怪物在打的 沒有聽到這個bcm嗎 驚奇魂不夠 好像是的 有點勉強 好 好 看一下這個活動 坑不坑 這活動坑不坑 要看他第四層 第五層給的東西如何 驚奇魂 是的是的 天園奇盤 好香 我看一下 哦 鏟子 花二十鑽 優先消化綁 增加上次值 木的天 好香 我的天 降機值一慢 無法挖絕 啊 噢 噢 我的天 打一次boss 然後挖兩次 兩分鐘一次 就到時候相當於是這個boss增加了 我到時候 打擊戰魂刷的就很快 我就用一個boss來刷 然後就挖鏟鏟挖鏟 一會進去 我這次想拿一個mvp的 照換這個礦車 然後資源 555加滿 活動可以有 這裡面還沒開始的 好 就增引了 還有三十秒 先出去把這個活動拉滿 裡面做不了這個活動 好煩人 天園奇盤 別提示我了 直接拉滿吧 大哥難道沒有一件拉滿嗎 金盤寶貝 這個時間好像不太夠 說實話 各位觀眾老爺得罪了 D層沒什麼好東西啊 最主要是看他第四層第五層給的東西 我還不清楚給的是什麼呢 我這裡應該可以到三層 沒有問題 OK 一會還可以合成這個神原石 自選包 然後是神原石 這個啊 其實不夠了 不好意思 我要去三家活動了 我想拿一個mvp的 請各位大大諒解 但是更好夠欸 那我們就看下這個第四層的獎勵是什麼 OK 這個點得太快了 連聲音都沒有 好 第四層給一個甜蜜暴擊 在你家那麼一點點 啊 這個坑貨 高級進擊單 垃圾 我靠 這次有點坑欸 說實話你們別抽了 就是你們稍微少抽一點點 就稍微少量的抽一點點就可以了 別抽太多 抽太多就是坑 這鐵礦應該可以一箭零去吧 來 讓我進去 欸 就我一個人 頭像不一樣 森林 啊 這人怎麼叫森林 這人還是林斯的小號 我猜 我猜應該是這樣子 這隻傢伙 然後這個 到死血 他總是會無敵十秒鐘的 九層妖塔 背包觀點不足了 啊 符門背包滿了 嘖 好 600 欸600不錯的 時裝看起來好像沒有百分比加成 哎呀這這裡 看不了了 看不了了 哎呀 哎呀 我錯過了 這裡加一百多萬 OKOKOK 如果是加一百多萬 那就不坑了呀 反正我肯定是要拉滿的呀 你們別著急 而且今天就可以拉滿 OK 把他殺了 好 擊敗他之後 這個礦石分到了600 還是不錯的 再來 啊 但是給了900 哇 不錯的 再來再來 金礦1800 有軍化平均分 那為什麼只有300 裝備金柱 來 把這個搞到10轉 然後還可以再強化嗎 突破 突破 哦 突破到月亮了 已經全部10轉了 去等 還沒開跨幅 450 給流少 加了300 戰甲打造 哇 戰甲可以打造了 來 激活這個 銀色的 加了2030 哇 加了58萬以上 太誇張了吧 哇 哇 又加10萬 舒服了 神文鑲嵌 圖鑑升級 這個鞋磨 鞋神魔衫 哇 再加 七八萬 加了六萬 還行 叫做鞋神魔衫 OK 然後剛才激活的這個 一星的 這個其實是可以搞的 升了兩星 加了五萬七 這耳機就1500 比如說我買了一個話筒 給你看一下 這一個大話筒 花了一千塊錢 包括支架什麼的 其實也買了 但它沒有太多用上 這個錢花的不遲 比如說我遊戲裡 每天投入的 都是兩千多塊錢 那這個有 投入的 你要說對於一般人來說 是挺浪費的 但是對我來說有用啊 對吧 我能用它來 記載粉絲賺到更多的錢 16年玩的時候 衝了五萬 打死戰 這遊戲16年就有嗎 你確定 這至少應該是17年才有的 之前手遊 就是手遊 就是手機遊戲 上來的都很晚 11年12年 才逐漸有一些 這個手機遊戲的 你知道嗎 就逐漸有一些好玩的手機遊戲 然後這個遊戲 其實挺成熟的 就是玩法上面挺新穎 挺成熟 畫質也還可以 這種遊戲的畫質 它不會變更的 你說這遊戲 如果真的是16年出來的 那它畫質 絕對是當年的No.1了呀 我覺得應該不至於說是16年的 哦沒有那麼多內容而已啊 名字不加幾個 好呢 咱們回來第一件事就是看我直播 感謝支持 那時候我是AV畫質嗎 好的好的 現在視頻畫質也提升上去了 神門鑲嵌 做起提升 心法提升 心絕提升 哇 這個心絕可以分解了呀 哇又是2900 這個東西真的不要害我了 你們誰之前說要收集那個那個啥 那個技能書 不需要的 好嗎 不需要 心絕提升 好分解完了 又可以加 加百了可以嗎 加三萬 失敗了 還是會失敗的吧 加三萬 嘿 成功了 就這個技能 成功吧 最後一個你要我失敗了 這六百個浪費了 目標數增加二 技能提升 百分之三十 這傷害應該是有點厲害的 哦把這個就幹了吧 這遊戲現在是有個bug 是時間不顯示了 天天流量都飛不住了 好的給了七百個 我今天要拿個MVP 冰包強化一下 還有戰神 戰神 來搞一下這個 成色一下的都分解了 哇900 1800 兩個人分900 很爽啊 再來1800 我一個人怎麼不給1800啊 哦600 哇1050 終於有1050了呀 我記得最高 以前玩的時候最高 拿到過135 好 MVP 和柳獨冠軍 哦我拿兩個 我第一次拿兩個 不容易啊 然後現在的話 我要去打下這個萬魔塔 自己買個服務器就可以了 不不 你要自己買服務器 真搭起來了 你是準備金搭玉是不是 敬請 加很多的 哦 稱號也有一個 柳獨之王 全場MVP 礦場霸主 我今天相當於是多了一個技能 而且多了那麼多這個戰力 應該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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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的 旗子 馬上 先換一下 讓他安慎的去打 哦 分別大獎 要給兔子一個 對吧 剩下兩個 給我 對不對 大獎是在這裡面 啊不對是在戰盟裡面 啊給個文序吧 文序 他這個戰力還可以的 算數對他這個戰力的表彰 啊 裝備和機板還沒有搞 是啊 所以 像我這樣 刀逼刀逼刀的這樣的傢伙 做視頻才能賺錢 你知道嗎 自己玩 啊自己做服務器自己玩 非營利性質的也許不會做的大佬 應該不會 渺 玩 玩 玩